今天我们针对源自非洲的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它在全球目前所引发的连锁效应 以及Omicron这个变种病毒在美国 毕竟很多国家的防疫是以美国马首是瞻 来看一下公卫专家佛希 目前为止对他最新的看法和判断 首先我们就要关注的是全球大锁国 目前五大洲18个国家都已经发现了Omicron的变种病毒 其中欧洲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欧洲已经很不幸出现了境内的Omicron变种病毒群聚感染 在葡萄牙是有一间足球俱乐部的球员 他们上个星期到南非比赛 回国之后一口气新增13个人确诊 检验出来全部都是新变种病毒 而苏格兰也有6例Omicron的变种病毒境内感染 目前还在厘清源头 各国会担忧最主要是因为能够掌握的讯息太少了 所以先锁再说纷纷实施禁航令 不让病毒有任何机会进入境内 争取对抗新变种的时间 但是对非洲国家来说满腹委屈 联合国的秘书长就发出了谴责 他说南非是规规矩矩的巨石报告 没有想到各国因为他们的巨石提报 却给予禁航伤害经济的回应 而世卫也力挺南非 认为南非完全做到疫情资讯的透明化 值得嘉奖 而他得到的却是全球的惩罚 柜台空无一人只剩下看板 灯光闪烁 航空公司服务窗口直接拉下铁门 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奥利弗 坦博国际机场 国际航班因为各国禁航令全部停摆 来自美国的背包客 现在无处可去 现在滞留南非 想回美国或欧洲的公民 得先在机场闯关 先花费1500南非币 约合台币2570元 做PCR检测 等待两小时后结果出炉 再去柜台排队买机票 因为航班锐检 机位难求 价格也跟着飙涨 例如约翰尼斯堡 到瑞士的一个机位 星期一早上两小时之内 价位从台币13700元 涨到36000元 我认为有几千万美国人 在家里的售罚 我认为现在是在凌尼斯堡 这是一个混乱 联合国秘书长29号 透过发言人谴责各国 对非洲南部国家禁航 即时通报疫情 却换来不公平的对待 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肯定南非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出警告 Omicron将带来相当高的全球风险 甚至会为某些地区带来严重后果 呼吁各国要有所准备 对于新型变种的资讯有限 又担心病毒入境快速扩散 国际接近航令正在扩大 以观光为经济命脉的 北非国家摩洛哥 29号晚间起 暂停对所有外国航班两星期 赶上最后入境航班的民众 与家人在机场激动拥抱 亚太地区也拉起警报 澳洲30号宣布 有一名上周从雪梨入境者 因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当时还没有隔离限制 近期曾前往雪梨的大型购物中心 现在发现确诊 而且很可能是Omicron变种病毒 澳洲政府宣布 原本预计12月1号重开国境计划 将延迟到12月15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9号也宣布 为了争取更多时间掌握Omicron病毒细节 从30号临时开始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 归国公民如有非洲南部等14个国家旅游史 必须实施10天隔离检疫 没想到立刻出现境外移入首例 为28号从非洲南部纳米比亚入境的30多岁男性 而欧洲国家正逐一被攻陷 葡萄牙29号一下子新增13例Omicron确诊 而且都是李斯本被轮人足球俱乐部的成员 研判与球员上周曾到南非参加足球赛有关 不排除其余确诊者都是透过群聚感染 西班牙也确定出现首例Omicron 马德里医院周一发现一名51岁男性确诊 他28号才从南非搭机到荷兰路特丹后返国 英国更出现国内传播迹象 苏格兰29号新增6例境内感染 目前正在厘清源头 对民众来说 今年的耶诞节又要过得提心吊胆了 Omicron快速入侵全球 各国与时间赛跑 在禁航或是锁国期间 掌握Omicron特征限节 避免去年的大规模染疫和封城噩梦再度重演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